大家好,我是欣利 今天要跟大家聊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为什么要有民族性 为什么爱国是如此重要 第二个问题就是透过一个德国的摄影师的作品来看 为什么有些历史事件要被不停的重提 先来说说这个民族性吧 我自己真的开始有这个民族性的这个意识呢 是去国外留学的第一年 03年吧,第一次踏到美国 然后洛杉矶 我发现有很多我爸的朋友呢 他们都是找一批比较勤劳的中国人 他们通过很早跑到美国去打工,打苦工 然后靠自己的努力,然后赚到钱了 然后带了一段时间之后,交了一段税之后就变成了美国人 然后他们很享受自己的生活 我跟他们出去吃饭,跟他们跟其他的这个当地的美国白人在相处的时候 有一些小小的细节让我意识到了 就是不管你混得多好 你有车有房,有别墅有人有吃 白人看在你的眼神 永远不会把你当作跟他们是一份子 没有办法,这种种族之间的这种标签化 因为我们知道贴标签,比如你看到一个人走过来 你看他的骨骼,好像很粗壮 然后这个身高也很魁梧 剪了个短头发,声音有点粗 你觉得他男人,对吧 这种多的标签化 这是我们大脑简化运算 节能的一种正常的本能机制 没有什么不对 但是呢 他就是一直在每分每秒的发生 所以呢 你是永远不可能真正成为别的民族的一部分 你不要今天看我今天日本好 你觉得去成为日本人了 你或许可以享受某些日本的福利 可是你在人家的国家 你永远在做二等公民 这个是非常无奈的一件事情 当然有些人说我不在乎 那OK 但是只要是有自尊心的人 我相信大家都会有一定的内心的一个骄傲吧 我希望自己我要成为最好的那一部分 所以我们唯一的一个办法 就是不停的帮助我们自己的族群 强大起来 让我们的标签变得越来越好 越来越好 别人一看到 哦中国人 牛逼 你看到这个 这个其实最大的受益者是谁 是我们自己 当然其实要做到这样 就70年这样的一个 一个不停的这种 急速的发展 不是急 奇迹式的发展 我觉得世界 目前没有其他另外一个国家做到 我们我们做到了 但是我们怎么做到了 大家好好去思考一下 这是真的要感谢自己的政府 然后感谢我们的 我们的家人 我们的跟我们一样民族的人 所以我们要唤醒这个民族意识 告诉自己 我们出国一言一行 都代表着我们自己的民族 我们要为自己的民族争光 为了什么 还是为我们自己 为了我们的下一代 别人一看到 哦中国人 Chinese 就会有一个非常非常正向的一个反馈 所以 最大的受益者是我们自己啊 不是不是喊口号而已 不是为国家为政府喊的 是为我们自己喊的 是为我们自己的努力 所以这一点 大家年轻人一定要搞清楚 不是说啊 这么盲目的 或者完全不是 是一个非常利己的一个行为 这是我要讲的第一个 关键词 就是爱国以及民族性 你可以说我蹭热度 那我就蹭了 因为我确实觉得是非常非常重要 所以为什么现在投稿啊 我自己在参加比赛的时候 我都非常非常兴奋 希望中国人的作品 能够在西方的主流的杂志 未来我们会唤起我们自己的艺术杂志 但目前确实西方的艺术杂志 还是比较走在前面 所以我们要先能够把自己国家的作品 在别人的地方不停的发 高频的发 让别人记住 哦原来中国现在艺术发展 如此的牛逼 我也希望自己周遭的朋友能够 一起努力 所以这个是很重要 那么别人以后会回过他来说 哦中国哦就是摄影艺术非常发展 蓬勃的一个一个地方 他们的人都很会拍照 很像多牛逼啊 对吧 好 第一个问题之后呢 我们来聊聊这个杂志 怎么做到 我们怎么做到成为牛逼的 这个我自己也 也在正在努力当中分享给大家 那么这个DEC杂志呢 是新加坡的一个摄影杂志 纯纯艺的吧 纯纯艺术摄影杂志 我觉得非常好 他出版的东西真的很少 就现在他一共出了两期吧 0700号创刊 然后这个是第一本 正式的里面介绍了摄影师的数量 非常非常丰富 而且密度很高 我觉得内容很好 所以因为他太庞杂了 所以我打算做一期收费的现场课程 在CCTalk上 到时候我会在我的微信群里和公众号里发布 第一手的这个课程的资讯 那么今天先来讲DEC杂志里面 其中一个我很喜欢的一个摄影师的作品 她呢是个德国人 然后是个女性 她拍了一系列 这看上去很小清新的一些风景照片 其实这些照片呢 都是跟二战时期的有关系的 有渊源的这些地方 里面有集中营 有这个军事基地 有各方逃生的这些地点都有 然后她的拍摄方式很有趣 表象看上去很像这个日式小清新 其实呢 她是通过过报的方式 那么究竟过报了多少时间呢 是按照这个当时拍摄的这个年代 到回溯到当时二战结束的那天 5月9号1945年 它当中到底差了多少年 每一年用一秒钟代表 那么其实是在 让大家能够感受到记忆正在消退 为什么这么说呢 你想想看 如果过了100年之后 是不是过报时间更长 过报时间更长 画面就会越来越不清晰 通过这种方式呢 提出一个 它的担忧 就是 或许某些历史正在被我们慢慢的遗忘 但是我并不想让他们被遗忘 我希望通过摄影的方式 能够让这些记忆 以及正在被逝去的记忆提个醒 因为 很多问题要不停的被提醒 这个时候大家要问 为什么历史要被不停的提及 尤其是很悲剧的 比如说南京大屠杀 比如说这个奥斯维新集中营 这些东西 为什么反映人类野蛮的这些历史 为什么要不停的提及 其实很重要的一点 就是要帮助我们预防 就像这个作者在他的采访中说到 说现在德国有很多新纳粹 新的这个极端民族主义者 反穆斯林 反犹太一大堆这种人 但是没办法的 有很多这个地区就会出现这种极端性的人 那么这些人呢 很有可能 就是像一些不好的火种 燎原 最后产生很多的一些社会的极端事情 也很有可能让某些悲剧重演 因此呢 就需要大量艺术家 大量的这个艺术艺术创作者 去用更加有趣的 或者是更加能够 因为你第一眼看上去 哇很有意思很美 不会让某些极端分子觉得 哇你又在放这些血腥的战争的场面 第一就反感 他现在看到这些美妙的这些场景 然后慢慢开始惨入深度的思考 然后告诉大家 其实这片土地或许曾经是满目疮痍 我们要小心起来 我们千万要防范于未然 这是一个提醒 这是一个预防 所以我认为这样的作品是对 这不就是拍个风景吗 不 如果它只是为了好看而已 那它就真的是一个一般的糖水片了 搞不好小情形 有点风格化的糖水片而已 但是它希望用 它也正在使用这些照片 对于社会产生一个非常非常伟大的作用 这个作用第一 就是告诉大家曾经发生过什么事情 第二告诉大家正在被遗忘 第三千万不要遗忘啊 一定要预防 非常非常重要的这几个功能 所以这样的照片我认为是 既视摄影 这也算是既视摄影吧 文献性摄影 非常非常好的一个表现手法 以及选材 分享给大家 那么希望大家喜欢今天的内容 也请大家关注我的频道 给我三连 感谢大家 我是欣礼